大家好,我是茶藝導師,梁藝和Family 今集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文茶香的技巧以及禮儀 文茶香氣確實在判斷茶葉品質來說非常重要的步驟 細文茶的香氣都可以幫我們放鬆平靜緊張的生活情緒 首先我會建議大家用瓷器或玻璃去沖泡茶葉 這樣就可以保留茶香原來的味道 因為玻璃和瓷器都不會改變茶香的特色 但要注意的是玻璃材質的工具散熱較快 比較適合沖泡綠茶為主 至於如果你用紫砂壺來泡茶 由於紫砂的材質是有吸附茶香的特性 它會改變了茶原來的香味 會影響了茶葉品質原來的判斷 所以我今天特意選用了白癡的蓋碗去沖泡茶葉 也講解一下如何聞茶香以及聞茶香當中的一些禮儀 聞茶香有助我們判斷茶葉品質 因為茶有一個特性就是容易吸味 所以我們每次泡茶的時候 首先會用熱水去潤茶 茶香就會在那時候馬上釋放出來 我們也要把握那個時候細聞茶的香氣 有些人可能會把茶洗幾次才聞茶香味 有機會可能有些雜味你也聞不到 所以在洗茶之後要馬上細聞茶香氣 如果你用紫砂壺來泡茶 假如茶真的吸了雜味 你也未必能聞到出來的磅 聞茶香的時候 首先要拿好蓋碗 之後把蓋碗的蓋向自己打開 千萬不要把蓋碗的蓋全部打開 否則香氣就會全部散失了 所以把蓋碗拉過來自己身邊 把茶蓋打開 首先我們會呼氣 之後才會吸茶的香味 想呼氣的時候就要拿開蓋碗 再吸氣 千萬不要向蓋碗呼吸 這樣就當蓋碗是一個氧氣罩 到我們沖茶的時候去喝茶就很不衛生了 我們要注意在我們聞茶香的時候 然後避免長時間去聞著這個茶 因為我們臭角其實是會疲勞的 大概聞兩至三秒 我們就要把蓋碗拿開 可能休息一會之後再聞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茶葉裡面有幾百種不同的香氣成分 所以其實茶香是非常複雜 但是通過我們沖茶的時候 聞茶的香氣可以幫我們精神放鬆 甚至聞茶的香氣都可以幫我們氣管消炎殺菌 品茶都有很多禮儀 通過品茶都可以提升我們個人的氣質 令我們更加優雅 同時間通過品茶令我們身心健康 今集分享是這麼多 期待下一集再和各位分享更多品茶的細節 下一集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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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ac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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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